我接着跟大家聊啊 20点12分1月7号啊 这个关于这个中国运动员啊 疑似啊 疑似使用禁药的事啊 这个受访者叫杨伟东啊 他的母亲是原来国家体委的一个队一啊 还是个小头头啊 是个组长啊 他说这个1999年的世界锦标赛 或世界杯赛上 刘国梁要检杨姓被抓住了 之后做了两次飞行要检 什么叫飞行要检 我还真不懂啊 哪位给指教指教 谢谢啊 说还是杨姓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消息被压下来了 刘国梁啊 刘国梁后来不是还当总教练了吗 好像前几年跟那个 是不是跟现任这个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狗中文 还是跟什么蔡振华好像闹别扭了 然后还搞了一个罢赛事件啊 刘国梁啊 刘国梁 邓雅平好像都是河南的 他们啊 还有一个叫马 叫什么 马什么 俩字 前两天那个彭帅事件还出来了 叫马什么 也是打乒乓球的男的 俩字 然后好像上海的运动员啊 这个乒乓球有一个北京的女的叫张一宁吧 是吧 然后说呀 说反抗是为了良知 记者说啊 记者问啊 说您在书中提到您父亲是红二代 实际上从小您是在一个受到体制 这个因壁 因壁啊 体制庇护的这种红色家族里边长大的 当你们的家庭了解到中国运动员服用禁药的情况之后 你们家的人是如何理解这件事的 杨伟东说 我父母啊 不单是我父亲 我父母都是红二代 我父母上学的时候 是在红军的保育医院里边 红军的保育医院里啊 他们学的就是要讲真话 给他们这种教育 但实际上掌权的人并不这么做啊 他们对我们的教育也是这样 他们父母在儿子啊 但他们走向社会后 感觉到这个社会说真话行不通 处处碰壁 受到排挤和打压 直到我父亲去世 他去世之前还说 换一个领导或许会好 就是啊 昏军明军 期盼着明军啊 中国人都有这种啊 叛个明军 然后朝廷里都是奸臣 是吧 郭伯雄 徐才后 两个副主席都是奸臣啊 但这个体制是有问题的 换一个领导怎么就好了呢 对吧 不可能吗 记者说 那您母亲任职的过程中 也知道体制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他就敢于提出批评和反抗呢 杨伟东说 他是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 他在做这个事的时候 根本没有考虑到是中国共产党需要金牌 需要金牌去所谓的鼓舞士气或者叫蒙蔽更多的人 他当时的想法是运动员吃了兴奋剂之后 他是从技术上角度他还没有讲政治也讲政治的政治高度 为这个政权是吧 所谓的什么弘扬民族政器啊 增强民族凝聚力啊 找到合法性的依据啊 等等等等 他没考虑 他会给这些年轻的孩子在20年后 他有一个过程 当时可能年轻力壮不显 对身体造成伤害 他是在这样一个很无知很善良的状态下 走错了房间 那么记者又问了 当时表达批评立场的只有你母亲一个人吗 还是有其他人 其他提出批评的人是什么样的遭遇 杨伟东说 很少有这样的人 曾经有一个中国体操队的总教练叫宋子玉 你看这个人 这样的人不听话的人 然后来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个人啊 就没名 凡是听话的 然后又出点成绩 这些媒体的宣传 老百姓就都知道 这个宋子玉没人知道啊 1984年奥运会之前 84年是洛杉矶吧 88年是不是汉城啊 可能是洛杉矶 他就一直在体操队里边阻止兴奋剂的使用 但他手下的教练 他是总教练 还有下边还有分支的啊 就认为吃的兴奋剂出成绩比较快 就偷偷摸摸的在底下吃 后面就找了一个理由 让这个总教练下课了 应该是体育总局 体委 是吧 你看你按照不上道 是吧 这个不讲政治 不懂事啊 不明床 不懂床 这个教练下课后 过了几年 也就郁郁而终了 就给他撤了 他也搓火 死了啊 还有说 记者说 书中提到 中国女子羽毛球运动员李灵卫 哎 李灵卫 最近彭帅事件 是吧 狗仲文给他命令 让这个李灵卫来就近的 来接触这个彭帅 咱们不用监视这个词 给他做工作呀 给他施加压力呀 给他许愿呀 给弄点好处啊 是吧 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比赛中 因服用中药的兴奋剂的药物被查 但他现在是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奥委会的副主席 还是国际奥委会的委员啊 记者说他有服用禁要的历史 那么 怎么还能担任这些职务呢 杨伟东说 思想过硬呗 他在运动员时期 就是党代会的代表了 啊 在体制内 你不光要成绩好 还要会表演 啊 还要会来事 哎呀 是吧 得说点漂亮话 唱点高调啊 那么记者说 所以他对体制的服从 是一种表演 而不是真正的信仰共产主义 杨伟东说 他 他怎么可能信仰共产主义呢 其实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 是我母亲 他们这辈人 都八九十岁了 你让他们背诵毛选 毛泽东选集啊 他们现在都能背出来 李灵卫他们能背出来吗 说的好 说的对 哎 就早期的共产党里边 还有一部分人是有信仰的 虽然这个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 也是错误的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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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